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婴儿管家coco 这条片是婴儿管家系列的第一条片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我的频道本身自己会不定期upload 我的生活点滴、旅行等等 不过这些是纯粹个人喜好 未来这个系列会涉及移民英国的资讯 生活指南、英国教育、投考学校 以及如何在英国培育你的小朋友成才等等 我会将过去几年我帮不同的香港家庭 在英国settle、投考学校、教育、规划等经验整理 将相关的资讯在这系列的影片发放出来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欢迎subscribe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follow我IGcocoTheLadyButler 有新影片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了 这条片播出时应该是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换言之大部分英国中小学已经开了差不多一个月 相信各位英国家长已经陆陆续续收到 学校的welcome evening邀请 甚至部分已经完成了 每年9月除了开学 另一样关于小朋友的学业大事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帮小朋友申请入读私立的中小学 9月就是他们收表格的时机 一般来说截指日期是在11月 而通常这学校都在每年6月开始 其实已经开始接受申请了 不过我很多时候都会建议家长交方 最好起码9月才交 10月是最佳时机 因为6月很多时候都在处理年尾的事项 英国人做事脱楼 如果你不想小朋友的申请 可能到11月才告诉你资料不齐 又或者是他们完全漏了你的申请 别以为我开玩笑 漏了你申请这件事是经常发生的 至于7、8月因为学校在放暑假 主打一个放假的情绪 虽然部分部门仍然会有限度工作 但7、8月是夏天 负责申请的同事可能放假 放假 加上申请的作风 我想大家都明白 为什么不要7、8月交表 当然我住在曼城 所以这些参考时间 主要以曼城为主 不过我也有客户投考英国其他城市中小学 暂时以我接触过的为例 时间差异也不算很大 不过大家记得要检查清楚 自己心仪学校的截止报名日期 他们的面试、不是日期是何时 还要抹下他 检查清楚自己心仪学校的资料 这是我想提大家的第一个要点 无论移民、建公益或建学校 做好资料搜集是必须的 究竟如何做好资料搜集 这些学校如何适合小朋友 哪些资料需要留意 又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呢 考学校尤其是考思立学校 都证明家长对小朋友的学术 有一定的要求和期望 又或者你的小朋友是有特别的学习需要 你希望他得到更好的学习支援 又或者你本身对支援小朋友的学术 预期内都是不足够的 例如你英文文化地 例如你的教学水平不足以协助他做功课等等 希望学校可以有更多的支援 这些很多时候都是考思考的最主要原因 但不是下下考最厉害的那家 就为之适合 如果小朋友根本不适合那家学校 就算放他在宇宙最强的学校也好 他进去又未必开心 学校的文化和学习氛围又未必适合他 你期望他可以走得多远走得多高呢? 很多家长都会认为 冷船也有三分钉 所以放小朋友在最厉害的学校 就等于给他最好的东西 我告诉你 帮小朋友选学校读书 不只是看学校有多好 重要的是 学校和你的小朋友契合到有多高 很多时候家长都会忽略 不仅过去几十年的亚洲 都是以学校能不能能力为主 很少人会考虑小朋友是否适合 而且我们看自己的小朋友 一般都会打一重雷镜 寶寶有便便都很能力 会觉得他很能力 他是小朋友 所以他在任何学校都等于成功 但来到英国 我觉得这个观念可以稍微糾正一下 因为英国虽然仍然是精英制 名校修身依然是从成绩为主 但每一间学校都有自己的学习Culture 学生的类型、性格 到底适不适合学校的Culture 学校是一定会看的 如果家长在做资料搜集的过程中 已经筛选了学校和你小朋友的条件 是否吻合 那就可以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 不要想着小朋友下学校只是玩下这么简单 连续见不同的学校 不断面对新的陌生人 其实都是一种压力 加上面试、不是处理文件的时间 其实每一间学校都差不多 家长如果一次过要处理多个学校的工作 其实都很辛苦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考多个三间学校 因为多你都处理不了 搜集资料的第一步 当然最简单 就是上三二学校的网集 除了看校服漂亮不漂亮 他们的男女校 修身年纪之外 一定要上他们的网集 找他们的inspection report審查报告来看 这份报告就会说给你知 他们的学术条件 他们的课学活动多不多 硬件配套充不足足 饮食健不健康 学生的道德水平如何 等等的相关资讯 还会就着这间学校有什么做得好 做得不好去提出一些建议 不过值得留意 就是学校可以选择性 把报告的部分内容展示出来 而不是传闻的 所以他需要改善的地方 他可以选择不给你看 究竟他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稳定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上这个网站 打学校的名字 然后找报告的传闻 慢慢研究 而这些学校審查报告 不是每一个学年都要做的 基本上如果现在来说 只要报告是COVID 之后完成的 就可以放心参考了 读漫卷书不如走盲利路 除了上网找资料 问朋友很有意见之外 我非常建议大家 报名出席心仪学校的open day 因为亲身接触老师和同学 才是最直接了解这间学校的教育质素 和学校level 硬件配套等等的资料 open day大概就已经是 九月尾十月开始这些时间会做的 如果不小心错过了 也不要紧 你发送email去admission office 他们绝对可以安排一个 开放的tour给你们 我也有试过陪客户出席open day 不少学校的school tour 尤其是对自己学生有信心的学校 是会由学生带拳的 先不要说这些小朋友 会不会受过专业训练才带这个tour 不同的学校就有不同的practice 但透过与学生的交流 你识问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最直观从一个小朋友身上 了解到这个学校 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做好资料搜集 又去到open day了 确定了几间候选学校 是你的心仪学校之后 下一步就是正式报名了 我会建议在正式报名之前 为小朋友开设一个 专门为学校准备的电邮地址 请紧记这个电邮地址 只可以用作学校联络之用 如果你amazon要买东西 水费单、电费单、家庭宽频要交的话 麻烦用另一个电邮地址 如果你家里有几个小朋友、几兄弟姐妹 可以share用同一个 入学之后这个电邮会继续成为 你学校和家长的沟通email 养成一个整齐、井井有条 处理学校事宜的习惯 绝对帮到你入学之后 处理大量学校资讯 不知道在这里看我的观众 你们的科技水平究竟去到哪 不过现世代的家长 应该不会叉到哪 所以记得记得记得 虽然好像很简单 但因为我真的有遇过客人 就是将学校用的电邮 在你的手机登入 比如你用Gmail的 在你的电话里 如果你是用苹果手机 你就可以将这个电邮地址 连去你本身苹果的内置电邮功能里 开启信息即时通知 有任何电邮声进来的时候 你都会即时看到 在下一学校的阶段 大部分的联络 其实都会以电邮形式去通知你 当然家长养成 每一天早上和下午 都要查email的习惯很重要 极端少少的话 我会建议9点查一次 下午一两点又查一次 然后学校临下午五六点又查一次 虽然所有的电邮都不会超级紧急 但如果你能够迅速回应 也是一个留有好印象的方法 准备好专属电邮之后 下一步当然是报名 大部分的学校都会有自己的报名标 不论是网上填表 或是PDF或是work 给你填完 重点都只有一个 请确保你的资料准确 没有拼写错误 尤其是小朋友的名字 和护照资料 留他的first name family name 不要搞错 他要求的资料 你一定要给齐 一般来说 出生纸 护照小朋友 可以在读书的证明 就跑不掉了 如果家长经任何Visa来英国 例如BNOVisa 准备了小朋友的share code 把share code交给学校 他们会知道 如何核实小朋友 究竟是否可以在英国读书 在这里提提各位 最好所有证件 文件等等 你都一早scan入电脑 随手拿起手 都要有soft copy 避免很多拿手不成细的状况 如果填表是填电子表格的 例如google form的形式报名 可行的情况下 都save一个copy给自己 然后再传回去 给学校的admission office 虽然电子交表 是不需要再传email 不过无论电子交表 填完的file 再传回去 传email这部分 都是非常特别 我会建议家长 如果能力许可 帮小朋友准备一份 个人理力 很简单就可以了 包含小朋友的个人资料 他之前读什么学校 他几岁 何时出生 家里有什么人 拿个什么奖 参与活动 文字处理都可以了 不用给一张circuit 等等 如果英文的能力好一点 可以写一封 自校长的信 这封自校长的信 留意要用英式的格式 英式的串字 和礼仪 不少的私立学校 是有成中小学的 你要记住 你考中学 不要写错小学校长的名字 简单在信里面说一下 为什么你想小朋友进入你这家学校 你的教育理念 你在家里培育小朋友的理念 如何和这家学校不谋而合 有些原理就是 有些慈离建功的cover letter 最后加一点家庭生活照 在你的历史里面 最后加一点家庭生活照 展示你家里是如何和小朋友相处 你是如何培育你的小朋友 弄好之后 连同报名表 学校需要的资料 加上这份理念 以正式的电邮方式 传过去给学校 学校一定会跟你说 这份理念其实没什么用 我们不收 或者我们不会看 我告诉你 这份理念只是一个敲门珠 他们是没可能有办法 完全skip了你份理念 只要你做得好 其实它可以帮你小朋友 正式获得面试机会之前 初步建立了学校对你小朋友 以及你这个家庭的良好印象 所以所以所以 反过来 这样说 电子报名表 如果它没有提供给你 推出其他支撑文件的位置 都想办法 将这一套资料 一次过送回学校的admission office 之后的提示 就是礼仪相关 首先要注意的 就是电邮的礼仪 香港我们无论做事 和学校联络 其实我们都很直接的 一打电邮 就会开门见山说我们想怎么 不过这件事也不怪我们 我们中学接受公民训练的时候 都是 Dear Sir and Madam How are you? I am writing to I am writing to 这个已经入了气浴了 但是来到英国 和面对面沟通 需要small talk 一样 电邮这件事 永远都需要开场白的 所以各位家长 在同学校联络的时候 记得每一封电邮都注意用字和礼貌 始终广东话比较直接 但是英文你看Harry Potter也有学到 就有magic word please thank you 那些不少得 最好就问候对方几句 如果已经知道对方的姓名 就以对方的姓氏去称呼他 当然不少得mister和miss 有些admission officer 就会好好在自己的名字下款 固定他希望的称谓 记得用 千万不要搞错 另一件事 就是很多学校的人都会告诉你们 没所谓 而我们自己也不太在意 但请记得 英国人只是住在欧洲 讲英文的日本人 门面功夫礼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可行的情况下 请帮小朋友拍了一张漂亮的半身照 记得是漂亮的照 不是男底校服的证件照 如果未在英国读书的小朋友 那张照片可以穿smart castle的蝙蝠 已经在英国读书了 请着校服 然后把照片放进你的履历里面 可行的情况下 把你小朋友的女镜拿走 即你觉得他很漂亮的女镜拿走 然后认真去审视那张照片 究竟是否真的漂亮 真的得看 说起三 无论是open day 或是送小朋友去面试不是 麻烦爸爸妈妈 将你们平时很喜欢 应付英国多变天气而着的风衣 防水外套 不论大人或小朋友 请着简约大方得体的服饰 如果小朋友在英国上过学的 校服就可以了 至于爸爸妈妈 如果你来自香港 因为我们普遍都会underdress 所以请在你认为适合的smart casual 在校服上再穿得正式一点 虽然英国主流都会认为 你有自由穿着任何服饰 但英国人骨子里都喜欢得体大方 对印象分是有帮助的 实际的穿着参考 你可以参考英国皇室成员出席 普通活动时的穿着 不是他们去球的穿着 而这里可以给个小小提示 就是女士的话 你可以参考本地的英国女士 她通常在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节日 又未至于是真的球的那种场合 她很喜欢穿花裙 无论是碎花还是大花 如果你能接受到 或者你本身已经有碎花长裙 你也可以去选择穿搭方式 成功入学之前 最后还有两件重要的事 分别是面试和不是 不是每个学校每个年级都有 但面试几乎是必须的 基本上面试可以准备的东西不多 因为这里是轻将小朋友放在伙室上堂一天 透过小朋友和其他小朋友的互动 学习期间他的态度 面对困难挑战他的处理方法 这些东西都是由老师 在小朋友上堂的时候 側面去观察的 再次强调为何选择学校 选择和小朋友契合高的学校 就是因为小时候的小朋友 发学玩得开心 这个发学真的很开心 你根本无从控制他的表现是如何 就算大了少少十多岁的小孩 你都很难要求他全天后在学校 保持一个警惕面试状态 还未计这个年纪的青少年 很多时候都会害羞 当然 又不是完全没得准备的 平时教会他见人 说早晨 午安再见 每一早都要和家人用small talk 去开展对话 不是只是和他说怎么做 是真的要怎么做 家长要身体力行 例如你带小朋友去超市 见到邻居的时候 都要展开激情的small talk 对话 不要坚持使用自动付费的櫃桌 走到有人的櫃桌 聊聊天 身教是很重要的 如果小朋友更小 可以每天带他去公园 每天和一个新的小朋友聊天 家长也可以每天和一个新的家长聊天 当然前提对方是要说英文的 这些礼仪小处 我们真的很多人都会觉得无所谓 但入香随俗 请大家秉承着一个礼多人不怪的理念 做了未必会让你加分 不做或做错都未必会让你扣分 但当两个小朋友表现同时相同的时候 你会选一个懂礼仪的家庭 还是坚持忠于自己的家庭 你觉得学校会怎样选择呢? 希望这条片会帮到你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有其他主题希望我分享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力逐一回复 还有不要忘记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